我们农村人最大的缺点 实实话就是怕没钱 怕别人看不起宰 这么多年我在石金庄 通过我买把面 买了三套房子 我每个月的时候 也给我爸一千块钱的生活费 这全部都是通过我 买把面挣回来了 宰人的饺子坑人的面 不管你卖什么面 你都不如买把面 大家好 我是永哥 今天我们来到了 号称国际庄的石家庄 石家庄不光是有牛肉造饼 还有一道美食叫石家庄特色 正宗安徽牛肉板店 现在我们就过去尝一尝 这一块大约的时候是30斤左右 全部都是经典牛油 这一锅大概要熬多少油呢 这一锅的时候熬200斤油 一定要选这种大品牌的 第二个时间还要是大厂量 要不然这时候你在熬制的过程中 它会出来一种味道 就说不出来这一种怪味 这样来说就严重影响你的品质 首先我们下来的是小料 小料的时间主要就是花椒 然后香叶 这个料还颗粒比较小 叫小料 这个小料正常来讲 我们要熬一个小时 到一个半小时左右 充分地把这个小料的香味 全部给它熬出来 尽量不要大火 不要用急火 用小火慢炸 所有的腰料的时候 讲究叫君臣佐食 就是里面的时间 有提香的 有去腥的 有回香的 每个香料都剩下的比例 都进去到课 然后加进去的 我不喜欢用一些 就是很活类的东西 像我们家的东西 最多就用个盐 鸡筋和北筋 甚至其余的全部都是要量 别的耐性不大东西 我们全部都不放 咱家里面怎么吃 我们怎么做 我们实际上大大小小的板面馆 我觉得不到一万家 至少也得有七八家 七八千家以上 板面馆的数量 应该是全国来讲最多的 我也吃过别的地方的一些板面 包括我去学习 我也去过安徽的太和服务 说实话 还是我们食用料的板面的做法也好 包括我们的一些店也好 我们做的确实也是在非常的讲究 像这样的一些料呢 它的香味的时候出不来 我们就需要的时候 给它炸一个缝出来 炸一个缝 让它这个香味的时候容易出来 这个香料要洗一下 对 香料要洗一下 要给它充分的给它洗干净 我们在炸的情况下 怕它炸糊了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把这里面 比方说一些杂质啊 一些意味啊 把它给它洗出去 你熬到这种金黄色 这样的时候就充分的时间 把这个料的香味的时间 给它熬出来了 这么一锅的料 你就是炸一根筷子 我跟你说 拿着筷子做两口也是香的 然后每个锅里面放点香菜 放香菜以后再放点香葱 这是大葱 对 放点大葱 然后这个大炸要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左右 就这个小料基本上就炸好了 应该太麻烦了 店里面开着门了 好 哥们儿 每个礼拜天下午全部都不干 工作的一半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嘛 几时候也没时间陪 孩子也没时间陪 你说天天老干的目的是啥呢 不能只有工作没有生活 你干这个干了多少的了 我从27岁开始做 今年已经40了做了13年了 我老家来自农村 是拿着住修贷款 来着实际上上来学 大学毕业以后呢 也从事了很多的一些行业 但是呢 只能养家户口 挣不着什么大钱 然后我们家老大生下来的时候 我跟我老婆手上的事就剩300块钱了 连奶粉的时候都买不起 更别提说在这个城市里面买房子了 至少我现在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至少有尊严 就有你明白的意思吗 尊严 有尊严的在这个城市里面活着 那里不是史家庄人 老家是河南信仰的 99年来着实际庄上的学 你都不知道我们实际庄人 在板面这个热情有多么高 不管他开奔驰 宝马 麦巴赫的 也不管他是骑电动车的 也不管是骑自行车的 大家到中午的时候 呼噜呼噜的时间 都能够小马站 刚开始就能够小马站 马路边上一坐 呼噜呼噜的时间弄一碗板面 任何一个城市 包括山西的太原 陕西的西安 都不如史家庄的面馆 那个数量多 要不然人家就这么说 河北好风光 板面史家庄 这个扎就不要了 全部不要了 小扎全部都不要了 这个姜多放点 味好 这个就起到取心的作用 这个实际上是要下大料 也实际上也是板面的一个 最灵魂的部分 它那个姜的时候炸成这种 焦黄色 我们才要下这个大料 不然一次性放进去 放进去的 因为这个腰料有水 它就冒了 要是六七月份的时候 好好叫我那热的 炸一次料都中暑了 这个辣椒还泡一下 对 要拿开水泡 让这个辣椒的时候 会把它泡鼓了 然后这时候扔那个 刚才我们后期的时候 会让这个牛油充分的时间 灌到这个辣椒里面 我们那吃板面 一次这个辣椒奔了一下 爆汁的这个感觉 这一锅大概要放多少斤辣椒 30斤辣椒 有朋友说 广西的朋友能吃辣椒 也有说湖南的朋友能吃辣椒 我认为真正能吃一斤辣椒的 还是我们河北实际上的朋友 我们这吃辣椒 都是整个整个来吃 欢迎四川的 云南的 广西的朋友 来我们实际上 尝尝我们实际上的板面 你能吃多少颗辣椒 哇塞 这还要下辣椒 对 一锅不够 这招待软胖的朋友 必须得拿出我们河北人 地地道道的热情 实际上地地地道道的热情 热情是我 不能吃辣的 看到你这一锅料有点害怕 头皮发麻 这两锅料大概有多少斤呢 这两锅料做成了以后 两锅料将近要做500多斤 能用多长时间呢 不到一个礼拜就用完了 我们一天将近100斤料吧 这还有辣椒 现在这时候就是需要把这个小火慢炸 然后把这个辣椒的时候 慢慢地给它炸香了 炸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每一个这样的 鼓着小肚子的辣椒 里面全部都是牛油 炒个20分钟左右 我们就开始这上放牛肉 然后让牛肉当锅盖 你这个牛肉块这么大 对 而且这时候你看哈哥 这全部都是鲜牛肉 从来的时候不买冻牛肉 全都是鲜的 你看切的时候 都切得薄厚不一样 我们每锅的情况下 也不会因为牛肉贵了 我们就不用 也不会因为牛肉便宜了 我们就多用 每锅牛肉的情况下 我们就放30斤 贵了也是30斤 便宜我们也放30斤 这才是我们正宗的 石油装板面的做法 这种做法还真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嘛 然后我们再拿这个牛油把它封住 还有浇油 在浇油的时候把它封住 这个油是不是刚刚就是熬料的 熬料的料油 就是熬料的料油 这声音好 有好的道理 不要因为自己人辛苦 是不是 你就去省步骤 其实每一个步骤 我们尽可能 就是每一个步骤的时间 让把它做到这时间 精英修进 是吧 把它炒 这就要煮牛肉了 对 相当于再要炒牛肉了 再炒两个小时左右 还要再炒两个小时左右 让来的时候 餐厅把这个肉的时候 给它炒香了 辣椒里面灌上油 就完美了 我们这个板面呢 可以分为宽的和细的 面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面 你这个面都是机器做的 全部都是自己先压的 安徽那边好像都是手摔的 对 他们这边手摔的 因为我们一天的时候卖的实在太多了 一天我们像卖四五百碗面 几百斤 根本的时候都摔不过来了 现在这时间 只能这时间全部都是鸡子了 然后比方说 我们要吃宽的情况下 就是这边的时候压的就是宽的 宽的 这边出来的就是宽面 对边出来的是宽的 然后要吃细的情况下 那边就是细的 我们像这样的面的情况下 一次性的时间煮十碗左右 从中午十一点 一直到两点之间不间断的煮 现在是两点四十七分 就一直在煮 一直在煮 放点青菜 放点青菜 这一碗面 现在正常是卖多少钱呢 小碗是九米 大碗十米 再来点辣椒 这时间能吃辣椒个 还可以 可以吧 哇 下点牛肉 好嘞 好嘞 来 来 经常听说石家庄的板面非常酷 今天就过来尝一下 跟我们以前在安徽吃的板面不太一样 它这种是机器做出来的这种细面 安徽的板面基本上都是那种宽面 它手摔出来的 我这一份是九块钱的面 然后加上十五块钱的牛肉 这一份是二十四块钱 这看起来是不是很过瘾 哇 差点呛了 它这个辣椒还是比较辣的 面条呢就是正常的那种水面 不像拉面那种啊 特别硬 这种还是比较软和的 这个板面啊 灵魂就是在这个汤料里面 这个汤料吃起来味道特别好 又麻又辣又鲜 它这个牛肉啊都是这种小肉丁 能吃辣的朋友啊 吃这个板面啊特别的过瘾 难怪这个石家庄的板面啊 比较有名气 它这个味道做得相当好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啊 我还是一直没搞明白 石家庄特色的正宗安徽板店 这到底是安徽的特色还是石家庄的特色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 可以在评论区啊我们讨论一下 为了拍这个视频啊 我们早上起了一个大早啊 一直到现在呢 三点钟了 到现在才吃上这一碗板面 一点不夸张的说啊 花了这么长时间呢 吃到这碗板面 这个味道给我感觉啊 还是乌有所值的 我做这个就是我们山东省的 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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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这做这个的得有几百件 但我们家算是在当地做的规模 算是比较大的了 像央视省市电视台 都给我们做过专访 开一句玩笑话就说 只要是经过我们东明的猪 基本上前腿都留在我们这了 大家好我是永哥 我现在是在山东合泽的东明县 今天啊要带你们去看一个 当地最大的特色 粉堵的制作过程 据听讲啊 还是飞舞住文化遗产 我们用的主要就是煮了前腿肉 在这个扣干到时候 后期撑皮的时候就是 腿不和腻 像你们这个啊 一天大概要用多少肉呢 像现在就是胆鸡 一天基本上就是三吨多 到八月十五 过完中秋节到过年之间 这时候忘记 可能一天就是我们高峰的时候 能到十五六吨 这个主要是我们有很多个旺边 像这样的闷点还有四五十盐 讲解百十个工人 他们每个点子就是肚力加工的 现在揉浅好以后 我们开始翻式浅两 先把水盛一下 把点粉盛好以后 放到这个盆里边化开 把点粉水化开以后 用这个胶板的时候 截出面给你打 你用的这个是什么粉啊 这个 绿豆淀粉 那别的粉不能用吗 别的粉没有这个绿豆淀粉的粘性好 这做出来以后 会呈现那种湖泊色透明感 现在就是把水倒入绿豆淀粉里边 化成分酱 这个搅拌到完全化开 这种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外面吃的 凉粉的这种粉 凉粉他们能舍得用这种粉 那这价值比那种绿豆 比他用的那种淀粉贵五倍都不值 他做那个凉粉肯定说发绿色 肯定有豌豆粉 整整的绿豆粉做出来以后是无色透明 你们家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 做到我们这一代已经做到八十多年了 都已经第四代了 有点像我们过年家里面炸肉圆那种感觉了 像那个炸树差不多 现在就是要把它拌一点 先稍微的搅拌一下 因为还要再加调料 这个是什么油啊 芝麻香油 我们这个香油和市面上香油不一样 我们是专门找厂家定制的 还派了专门的人在那里看着 过程中是肯定不会参加的 这个油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 传统工具做出来的东西 确实和这个现在机器压榨的是不一样 你这一盆肉要放多少油的 现在基本上就是八斤左右 它这个香油味道确实好 老远都能闻到这种香味 和市面上香焯里买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看怎么有点像那个椒盐呢 这里边有将近二十种种椒盐 就磨成粉了 对磨成粉 这个是老抽吧 就是上舌用的 现在所有的调料就已经都放完了 现在开始浇拌鱼韵就可以了 你这个都是手工办的 对 这个必须要收工 如果用机器 肉会在浇拌过程中会变得热 发热啊 透干就不好了 最后香油最累的工艺就是这一步 这个要办多段时间呢 这个要讲几40分钟左右 做分钟就这一步最累了 小时候跟家里边血了的时候 一到冬天熟冻得痛 特别冬天难受啊 冬天太熟悦了 冬天太熟悦了 刚开始血的时候都撑不了 太累了 一盏经销饰 一搬好几国 起不然大半天都是在干这个 做什么生意都不容易 也是辛苦啊 对 挣的也都是辛苦钱 这个主要是醒智一下 和空气多接触一下 这样出品的时候颜色会更好 入味也会更均匀 这个要放多长时间呢 这个是根据 一是根据季节 二是也是主要靠经验 像现在这种天气 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如果要是到天冷的时候 可能会稍微时间要更长一点 这个就是猪尿泡 这个东西你看它是很有弹性 这个煮的时候不容易破 而且这个像现在 哦 像是个球 煮好以后它主要也是圆的 鱼也好 团团圆圆圆 这个基本上高温它不会破 前我们也用过那种蛋白的 因为鱼高温它容易爆 所以我们经过就是 一直从传统考虑 而且是多方烤鱼以后 还是选择用这个传统的中酵泡 现在就是把这个热泥装进去 对 把这个拌好的馅料 装在这个中酵泡里 基本上装到8分半就可以了 然后用钢钉把这个口封起来 防止这个馅料从这个猪鸟泡里跑出来 在我面前把这个肚口记住 这样一个想多板上瓶就好了 这就是一个想多板上瓶 这一个装多好肉也没有什么讲究 对 适合没有将就 因为它这个猪鸟泡打消不一样 它这个鸟泡大一点 就会装的馅料多一点 到最后也是按重量称的 所以它不是按个儿卖 就用钢钉板封一下 我看你这个做法好像跟我们江苏那种相笃差不多 做法基本上就是大同小异的 但是我们这个肉占比很高 你看我们的肉 基本上占比在那80%以上 粉很少 粉在我们这个里面起到的作用 就主要是凝固成形的作用 现在就要下锅了 对 汤好像也是卤汤 对 老汤 平时就是卤制完以后 你要经常的就把老汤放掉一些 然后再添一点新的汤 接下来就把灌状好的香毒 放到锅里面预热一下 这个一下就好像都是鼓起来了 对 一预热这个尿泡它会收缩 收缩里面有空气 它会飘起来 静置一会儿 这个有点意思 静置一会儿以后 用钉搓着洞排下气 如果不排气 到时候煮制的时候 里面气压高容易爆 这都沉下去了吗 对 一没有空气以后 它就沉下去了 沉下去以后 再把它捞起来 然后这时候就球撞了 你这个钢放进去 就把它捞出来干嘛的呢 这个捞 主要是为了排气 排气以后 然后下部就是用纱布 把它系解 因为它呈圆形 呈球形以后 包裹的时候 它受力 好包裹 还要用纱布裹 对 包裹 用纱布主要也是为了 防止就是外边的尿泡会爆 爆了以后 用纱布兜住以后 就算它爆了 它也是在纱布里面 等凝固以后 它还是一个球状 包好以后 就下到锅里面 再放进去 对 像你做这个 在我们当地有多少牙在做呢 在我们这做这个的 得有几百牙 但我们家算是在当地 做的规模算是比较大的了 这个要煮多长时间呢 这个要煮三个小时左右 长的那个 现在还是烧的是地锅 对 这个地锅煮它的味道 和那个气锅和蒸汽 等煮它的味道 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 时间差不多了 应该能出锅了现在 这就差不多要好了 对 这还是个专用工具 对 这个是扎一下看看 对扎一下 如果就是说一扎 很轻松就扎透了 就熟了 如果是里面有硬心 它就不熟 这锅大概煮了多少个 这锅大概就是一百来个 一般就是一天煮个两三锅左右 如果要到过年中秋节的时候 我两节忘记的时候 现在两个锅 一天到晚连轴转都不够卖的 地方特产吧 都是很多当地的 还有好多外地的朋友 都过来买 都往外带 那咱这个现在是怎么卖的呢 现在是33亿斤 那斤卖 对 三千 可以要整个的 也可以切开 都可以 这个捞出来以后 要迅速地用这个铁钩 挂在这个晾根上 把它晾凉 保持它的外观 尽量是个球形的 这个就相当于是成品的 对 这个冷却以后 就可以到门店上售卖了 你们家每天这么大产量 东明县 能有这么多人消费吗 那有 说句话听的话 我们家在当地 销量肯定属于所有的 周边县区的 还有旁边省市的 也都会开车过来买 这个现在基本上 已经凉了一个多小时了 应该能切成片了 现在大块 就把纱布拆掉 对 把纱布拆掉 现在还有点热 估计切的时候 还会有点散 凉透了它就不散了 对 凉透了就不散了 漂亮漂亮 看起来有点像猪皮冻 差不多猪皮冻是凉的 这是热的 像现在这种温热的状态 切好的片会比较厚 如果是凉透了以后 切成薄片 会晶莹剧透状的 这个就是东明县的地方特色 粉堵 我来尝一下 这里面全部是那种小肉块 吃起来的就是轻微的 带一点那种五香味的 而且它这个里面 摻的是那种绿豆粉 吃起来就是没有那种 特别浓重的那种粉味 我感觉这个凉了以后 如果说当天下酒菜还是非常爽的 我们今天来的这家呢 在东明县是规模比较大的一家 刚刚听老板讲 他家在这个县城里面 就有五十家分店 每天光这个粉炉都要做到三四吨 你们觉得这个销量怎么样